用high game的音色來彈solo 應該是很稀疏品嘗的事情 但它有一點音色動態上的先天弱勢 high game不像clintone或crunch 你可以用博弦的力道來變化音色 從小力到大力的音色狀態 其實落差不會太大 可以聽到我從小力彈到很大力再回到小力 音色的落差是有 但基本上還是很類似 所以在不改變器材音色的基礎上 光就彈奏上讓音色多點變化 我分享一下我的想法 實際上我就是使用很基礎的兩個技巧 第一個右手的手掌門音 也就是palmute跟pinch harmony 人工泛音 所以音色變成三個分層 我用一個很簡單的旋律來講解 所以呢第一個分層最暗的就是palmute 第二個分層亮的一點就是一般的彈奏 第三個分層最亮的pinch harmony 當然不是整段樂句都用同一個技巧來彈 而是你可以挑幾個音去參雜這些技巧 比如說第一個滑音用正常的方式彈 然後中間三個音我變成用門音彈 最後一個音第三弦上的C 用pinch harmonic彈 那比起原來的 跟加工過的 音色上是會比較活潑生動一點 那我的習慣是隨機讓他們出現在我自己的彈奏的樂句裡 當然一開始你可能還是要有意識的去練習 比如說先寫號譜再彈之類的 久了之後就能慢慢有直覺 那如果說你還有搖桿的話 可能還可以多創造一個搖桿的音色分層 像這樣猛壓搖桿的話可以創造出有點像瓦瓦的音色 或是乾脆真的直接用瓦 不過但是加效果器可能就比較不是今天的主題了 大概就是這樣子了 希望可以幫到大家